今天我们做一个小时候特别爱吃的花生糖 如果家里没有这种花生碎的话 把花生饼敲碎了也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放到平底锅里小火 慢慢的炒出香味来 如果是生花生就要把它炒熟了 喜欢吃芝麻的也可以再炒一点芝麻放进去 味道也是不错的 同样的也是把芝麻炒熟炒出香味来就可以了 我们在锅里倒入干花生和芝麻同等重量的白糖 开小火不要加水不停的翻炒 两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结块 四分钟之后差不多全部融化 我们要一直炒到全部融化 最后就是这样的状态 我们关火 把花生和芝麻放进去 快速的翻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 我们把它直接倒在案板上 或者是倒在烤盘里都是可以的 这个不用不油脂 它是不会粘在案板上的 接下来就是整形 借助我们手边的工具 把它按压平整就好了 按压的时候一定要用力按压结实 这样切出来才好看 稍微放凉我们就开始切块 千万不要等到全部放凉了 这样切的时候很容易碎掉的 还有点弯热是最好切的 我们把它切成了自己喜欢的大小就好了 这样我们的花生糖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出来的花生糖非常的酥脆 一点都不粘牙 口感也不是特别的甜 咬在嘴里嘎嘣嘎嘣响 喜欢的你也试试吧